我相信每位剪辑师都想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专属电脑 因为电脑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吃饭的工具 只要电脑的速度够快 那么工作效率就会越高 赚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我一位朋友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 为自己打造了一台一起扛枪并肩作战的兄弟 好了大家好我是毛子 接下来我们一同帮他圆梦 第一步我们先安装处理器 这和11代的i9-1900K相对于第10代的i9来讲 剪掉了两个核心和四个线程 但是支持PCIe 4.0的固态和显卡 接下来我们安装内存条 内存方面我们记住选择了芝奇32G的皇家级套装 然后一共两条单条16G 为什么选择32G呢 就是方便我们后期的升级 因为主板上面一共有四条内存通道 现在我们装上两条 如果说后期不够用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扩展 但是如果说他选择16G的套装单条8G 那么后期就没有更多的位置扩展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固态硬盘 硬盘方面记住选择的是980PRO1TB 所以说我们默认把它装在第一个M.2的接口位置 首先我们把这个两颗螺丝给松掉 完成之后 然后接下来拿起固态 对着M.2的接口 然后轻轻插入 插入完成 然后拿这个螺丝 把这个固态硬盘进行一个固定 完了之后 我们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散热装甲上面这层保护膜给撕掉 这个导热硅脂贴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盔甲还原 然后再把螺丝固定紧 装完固态 我们的主板方面呢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这款590EG的主板 板载双2.5G的网卡 以及WiFi6和蓝牙 支持四个M.2的接口 然后四通道DDR4的内存 USB3.0 以及前置面板的Type-C 还有5V和12V的灯光接口 机箱呢 它选择的是ROG的太阳神 机箱自带了四把14厘米的无光风扇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显卡支架 底部有两个3.5寸的硬盘舱 背面有五个2.5寸的硬盘位 电源记住选择的是雷神850W的电源 这款电源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它的底部呢 带了一个液晶显示屏 可以实时显示我们电源的功耗 额定850W 80PLUS 白金音证 带i9加3080的显卡 绰绰有余 接下来我们整理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线材 主板24PIN供电 两条CPU独立供电 两条显卡独立供电 还有一条SATA供电线 以及我们的灯光同步线 接下来我们把电源放入机箱 接下来我们一起组装一下水冷 这个水冷是龙神二代 相对于上代来讲改变了散热方案 这个液晶屏幕也变了大了一点 支持动画图片视频等 组装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机箱 固定好螺丝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冷头装上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冷头我们可以这样横着放 也可以这样竖着放 因为我们进到软件里面 可以直接调节这个显示屏的横竖 往主板上面固定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外面这个显示屏暂时给拆掉 然后把它放在主板上面 拿螺丝固定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显卡 在安装显卡之前 我们需要把这个立插的支架先给拆掉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显卡插入机箱 这是华硕的TUF3080V2的一个版本 就是锁算里的版本 然后供电和用料做的也是非常的奢华 8加8的独立供电 背板是一个金属背板 还有穿透式的散热 这边还有一个RGB的LOGO 有一个顶灯 先来把这个卡子下压 然后把显卡插入到机板上 最后我们把这个立插支架还原 我们把技术选择的10TG硬盘给安装上 我们把这个独立电源桑装上 然后把这个显卡供电插上 OK主机我们已经帮兄弟组装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说是一台ROG的全家桶 但是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光污染 因为这个龙神360自带了三把矛盾的风扇 机箱自带了四把无光的14厘米风扇 可以为我们的机箱保证有一个良好的风道 因为它后期牵涉到渲染的过程当中 CPU和显卡都要大幅度的工作 刚好太耳神这个机箱能够满足它 它的缺点就是又黑又大 而且还死重 我们来回搬家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看到这个眼睛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感觉得不烦 就是价格贵 最后我真诚的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是喜欢这种慢节奏的 详细一点的 长一点的视频 还是说那种快节奏的 看起来爽一点的视频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